一切诸佛如来 在阴地里发的大运 很多 把这些大运 统统汇集起来 举一个纲领 就是这四条 阿弥陀佛四十八运 也出不了这四条 所以四红诗愿 是一切菩萨修行成佛的根本大运 我们要常常想着 第一个 发心 第一个就是发愿 那就是菩提心 众生无比是愿度 这就是发菩提心 我发心成佛 为的是什么 就是为这个 不为自己 是为度众生的 那要度众生 得先成就自己 自己没有成就 你就度不了众生 那要成就自己 先要成就自己的心 烦恼无尽十元端 这成就对行 你有烦恼可不行 怎么断烦恼呢 持戒修定 这才能断烦恼 所以佛教 今天在全世界 佛教摔了 摔到极处了 什么原因呢 修佛的人 有 研究经教的 还不少 戒律没有了 古德说的好啊 戒律没有了 佛法就没有了 礼没有了 乳就没有了 因果没有了 道就没有了 那从这个话来讲 今天如是到都没有了 我们要想在这一生 有一点成就 真正能往生希望 极乐世界 那这三个更重要啊 无论是为自己 还是为正法救助 都要把它做出来 这三个更要做出来啊 现在人 要用神教 严教没用 不相信 不相信 要做出来 给他看 啊 才能感动人 啊 所以这一条重要 啊 古大德教给我们 一门深入 尝试寻修 是叫什么 就是叫 法门 这个 这个这个 烦恼无尽 是叫这个 不是后头这条 烦恼断尽了 你在学法门 为什么 烦恼断尽了 可恶了吗 不就跟龙树菩萨一样吗 啊 跟慧能大师一样吗 啊 法门怎么够学法 听听就行了 啊 学习经教 翻个极页 后面就全懂了 这个厉害呀 啊 所以 烦恼无尽 是冤断 是定会 而是这个 界定 法门无量 是愿适 只会开了 在佛法里头 中门 就是走这个路子 智慧没有开 不看见 啊 为什么呢 会扰乱 会干扰 啊 不看见 智慧开了之后 再看见 叫 悟后 祈求 啊 跟教下不一样 啊 教下 是对中下 跟起的 中门 是对上上 跟人 啊 啊 上上跟人 会在一生当中 成就 啊 民心 皆先 啊 上跟的人 能学 未必能够开悟 啊 悟也有 所以 小物 大物 大车 大物 他做不到 啊 啊 所以 教下 这个 就 过往了 为什么 中下人 多啊 但绝对 大多数啊 啊 那么 他的方法 是在讲 跟禅的原理是完全下道 啊 你看教你 神年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你就懂得他的意思了 啊 神年就专攻一步进 不换题目 那为什么呢 得定了 如果说很多东西 你心就不转了 啊 不让你学多 学很多 就像你学一样 啊 到真正得定 开智慧了 才准许你学 啊 教下 跟宗门 不一样 宗门 严格 不真正开悟 决定不许会你学 啊 那么在教下的时候 大概有 到大悟 这个阶段 你就可以 势力 进天了 啊 这极小 悟成大悟 啊 一看都能会通 一间通 一切间通 不一样的 就会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